我们一帮的现在我们一帮演出啊都是打出来 好像那男主角啊那几个人都是打出来 所以我们都比较能吃苦 比如说每天练功都是流泪 现在红着头还感谢老师 那么老师教训我们不是练功关系 是做人的道理 广东那句啊其实就是一种教训 叫人家孝顺父母啊 别骄气啊别骄傲啊那种 但会不会觉得很说教 都有的 但是说白了他们经常说的 每天都说那还是有人不孝顺父母啊 但是我们坚持每天都说 就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 这天的演出是针对小学生的免费推荐 他们希望更新的一代人从小就记得自己的根基 香港是一个年轻现代繁忙高校的都市 与此同时 这里却有着对传统的执着和传承 和对过往时光的怀念 在人来人往船只漂浮的码头上 最珍贵的是船毛 而在年轻的城市里 最沉重的是对旧物的依恋 每一件旧物都是对浮动身份的确认 让人们在南来北往的码头上 依然记得自己的来处 我妈呢就在家里收了很多东西 很多旧的东西 她又不扔的 不扔但是又保持得很好 找到一套杯 一只杯一只碟 有几套的 我拿出来 我第一个字眼想到的就是广东话的骨子 那种骨子除了是那套杯碟很漂亮之外 就是她对于喝茶这一样东西 那种细节和整件事那种尊重 这种节奏是 这个展览最想带出来的 就是一种慢的节奏和一种细节 因为现在我们步伐太急 还有很多时生活都是被大的环境推着你走 你的时间表基本上是不自主的 冯承承是个话剧导演 也是游街实现这个旧物展览的参展艺术家 冯承承是七十年代生人 父母都是四五十年代来的香港 对于童年生活 她有着和董启章一样的怀念 你自己小的时候香港是什么样子 我最重要的是我小时候 我爸妈会买新的电器回家 比如炸汁机 以前没有的 他们小时候在大陆一定没有 我妈妈就会 星期六天就会无一生气 我们下午吃西餐 好像很开心 西餐其实不是用筷子碗 每天我们用的东西或吃的方法 而是会用一只碟 用叉用刀 小朋友就觉得很新鲜 大人煮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把这些鬼佬东西来佬东西放在家里 觉得好像很新鲜